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记得之前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 有一天和朋友说 TVB 几个王牌众艺节目相继播完 朋友说TVB今年会有大量众艺牌队推出 说完没多久 就看到TVB刚刚举办了一个记者会 宣布一连串的众艺节目的详情 部份节目之前看节目巡礼时已经挺想看的 包括有黎芷珊主持的全新访谈节目 芷珊约你 跟着歌手游走全世界开演出 这件事我很喜欢 顺便旅游,顺便聊聊聊天 黎芷珊就说 虽然歌手的幕后生活 观众都很好奇 很想知道 但拍摄时非常有难度 例如有些歌手开演出前几天不说话 对于一个做采访的节目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喂大哥 采访不说话 怎样做呢? 于是他就要想些方法去解决整件事 包到它漂亮一漂亮的 另一个节目 相信一班星梦粉丝都等到 顶都长了 变成长颈录 就是星梦一加二 记得2021年尾 当时的TVB攀手创无限节目博览 2022年时宣布过 星梦全期第一季毕业生 就会参与一个全新游戏节目 星梦学院 就会由心美主持 可惜一直连楼梯响都未有 星梦一加二 相信就是星梦学院的变身 卖大包 结集了星梦一和星梦二 一起参与 星梦一加二 由彭家妍、金永恒、刘永彤等人 拉大队去澳门玩游戏 每一集就会分组 大玩一些音乐竞技游戏 对于什么叫音乐竞技游戏 我也想知道 就会玩尽酒店的水上乐园 和酒店里各样的游乐设施 除了有星梦一和星梦二 组成的星梦家族之外 还会请来一大班嘉宾外援助阵 包括谭嘉怡、罗玉宇、菊雅薇、唐妹、周吉佩、邮柏豪和余中瑶 节目会在3月30日开始 逢星期六晚8点播出 又即是没了一集的开心足底 搞错 希望今次可以借助星梦一加二 为各位星梦学员再加热 令到他们可以慢慢再越走越前 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看记者会 相信场地 都是过往和TVB合作开那间酒店 幸好是室内行温 早前天寒地冻 哇,我怕这些水上游戏 冻死了 澳门真的挺进取 通关后很多酒店和设施 都与TVB合作 例如之前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还有即将播出的亚洲超声团总决赛 相信可见的将来 TVB和澳门各方面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顺打一提 最新一期的明州 封面人物是闫名熙 之前看过其他平台的一些访问短片 发现Gigi的对答越来越有技巧 不再只是火星画 更加懂得如何去耍记者 开始懂得带记者游花圆 越来越醒目 TVB另一个众艺王牌 中年好星鸣2 飞天爷爷会形容 抛出一个小小的震撼蛋 或者只是对我来说是震撼蛋 一直以为像上一届那样 选六强然后停一停 直拨决赛选冠冠军 想不到今次是一气苛成 今个月的24日晚会直播 直接撒入决赛 现在9强 今个星期日是10日 应该会选8强 再下星期17日便是7强 24日总决赛 即是有7强对决 有看了最后一场录影的网友留言 今次是7强进入总决赛 而不是6强 如果真是7强的话 之前网上流传了一段时间 但从来没有人说得出 哪6强的6强内定名单 即是又打面 原来不是6强 而是7强 好玩呀 上一届有自己主题曲 12强翻唱了Beyond的《不再犹豫》 今年好像什么都未有 今届话题多 点击都不错 不过是非和网络攻击更多 看来有一批人很懂得在这方面落弱 既然要录影 都已经录影完成了 即是进入了总决赛名单 已经出路 这段期间 深水清的朋友 是否可以在这么多人的社交平台 看看哪个这期最有空 为其他东西忙 又或者其他的蛛丝马迹 而不像是为总决赛准备 是否这样就可以推测到 一个总决赛名单出来 麻烦各位知道 名单的网友不要剧头 真的也好 留的也好 大家留点新鲜感 《中年好声音2》完结后 钟二生就会集合拍摄《中年好声音2》 《红白大战》 再一次又再比过 今次纯粹是一个表演赛 应该没那么大压力底下 会比较好玩 至于早前节目巡礼 提及过的《中年好声音》 再加《星梦全期》的《红白大战》 什么时候会推出呢? 或者应该说会不会有呢? 看来今次还未有进一步的消息 可以披露到 最后都要提提大家 今个星期六日 有些节目推出 星期六晚8点 翡翠台 亚洲超声团 城团之夜总决赛 10点半 会有全新体育节目 J Sport 星期日8点15分 J Tour 会有第17届 亚洲电影大奖 加上之前众艺节目的记者会 可能令到今个星期 《中年好声音2》预告的新闻稿 就可能会迟一点才会出 一收到的话 我就会尽快和大家汇报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话要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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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